高雄市的左營有一名男子他预谋要绑架一个小女童 但是被妈妈发现了 但是而且呢 他妈妈是及时的把嫌犯的照片贴到网路上 而且呼吁大家一起来抓 而警方是在刚刚逮到了嫌犯 我们立刻交给我们的现场记者高梦柔 好 只说我们看到这名穿着黄色夹克 带着安全帽的诚信嫌犯 他就是涉嫌在这个月14号 差一点掳走一名小六女童的嫌犯 他这个月14号呢 是尾随一名国小六年级的女童 回到左營区的住处 那他带着手套捂住女童的嘴巴 就想把他拖到地下 是想要侵害这个女童 虽然最后没有得逞 但是女童跟家人都非常的惊吓 那警方呢是根据监视器 来抓到这名嫌犯 那根据了解呢 他早就是预谋犯案 因为他前一天就已经看到这个女童 而心生诞意了 我们来听听看警方的说法 我们遇到他的时候 他是说这样装扮的人很多 不一定是他 然后我们拿出那些大楼的监视器画面 还有我们调到一些监视器画面 跟他比对啊 跟他就是长得很像 然后现场没有扣到他做案用那顶安全帽 跟监视器上面那顶安全帽一模一样 我们就这样子突破他的心坊 所以他就 好了我们听到警方的说法呢 是一开始先认到这辆载徒 又做案用的机车跟安全帽 最后才认到这个载徒的人 虽然他一开始嘴硬不想承认 那最后也被突破新房了 那根据了解呢 他是在这一带找房子 但是前一天呢 看到这个女童长得非常的成熟 所以心生胆意第二天才预谋犯案 在这个路口等这个女童准备下手 想要侵害这个女童 那像警方也是非常的担心 因为呢 怕他之前也有涉嫌过其他的案子 所以现在正在深入调查当中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换给红内主播 这是在高雄左营 一个差点要成功的这个绑架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这个嫌犯已经被逮捕了